老百姓是不是懂經濟學 還是總統比較懂 這當然可以爭論 可是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做百姓 要懂這些統治階級 特別是馬英九的統治術 他在幹什麼 我只是想說 他現在在跟我們打選戰 你看他這兩天的所有的回應 都是針對媒體的批評 他是有來有往 有攻有守 你以為他糊塗 他一點都不糊塗 那我想肖萬長 當然是連這個都看不下去 馬英九會聽嗎 這個人的個性 他是要跟你拗一下 他其實非常非常高度傲慢 我想他比如說他跟你講說 瓦斯有醬啊 他是在回應什麼 你們這些媒體萬物皆戰 我萬物你們只要找到一樣沒有戰 就是你們這些胡扯 他在跟你玩這個遊戲 所以我常常講說他這個人是這樣 如果馬英九今天做錯這個事情 70分錯 你如果給他罵超過80分 他就抓到你那個多10分 你管你講我不會夠 他不去回應 我跟你講老百姓有時候 我們資訊不足 有時候我們情緒 你70分錯 給你罵到80 罵到90分 我比較超過 但是你重點是 你到底有沒有做錯 你那個70分的錯誤 他是絕不回應 然後他抓到你這個小辮子跟你講 他就是玩這個啊 然後你說我很殘忍 我很不忍 有啊 我有跟你講啊 我有跟你補貼啊 他剛剛在講說 那個騎乘車啊 什麼弱勢啊 都有在弄 他就是要跟你們 跟大家對著幹 可是馬英九 你今天講的話 今天不做 明天會後悔 這句話 乍看都有道理 可是我真要問 不是今天不做耶 現在很多我們要求 包括蕭萬長都講說 該改革的部分 你昨天早就該做 你前天就該做啦 你昨天沒有做 前天沒有做 忽然間來跟我們講說 今天不做 明天會後悔 我們會聽得下去嗎 因為你教訓人的樣子 第二個 昨天可能前天應該做的是什麼 你要賬之前 我們一直講 你的633你答應我們的 你早就該把老百姓的經濟弄起來 你這一部分沒弄 你就先動手 是這個大家受不了 該改革的你拖延 你過去不但該做的沒有做 你還跟著一起錯喔 你還跟著一起錯喔 扭曲電價洞漲都是你幹的 我們不要再談 他把今天官邸 那個電費拿出來 是什麼意思 他當然是很清楚 他在跟大家對坐這樣子 我跟你講 馬鞍九這個人 如果你們不了解 他就這麼客氣 你剛才在說什麼 他都是有計畫的 可是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今天老百姓的生活沒有變好 你這個合理 你統治者 你負責要把老百姓經濟搞好 你這麼不合理 你自己怎麼面對 你沒有錯嗎 第二個 我們就是假設 我們該犧牲 我們自己想說 他今天拼命長 也許第二任會更好 你告訴我 520之後 你可以讓我們怎麼好 你講啊 如果你能 為什麼不先做再來長 所以我現在兩個一個是擔心 他長完之後是不是有本事 如果有本事 我們忍耐 死一點人 底層會死人 也許還值得 說是不應該 萬一他沒本事呢 520長完之後 他都給你搞個發力呼燒的 都用一些統計數字 你看今天 那個審記長又再出來講這個什麼 CBI 都在玩魔術 都不面對真實的東西 說還是一句話 蕭萬常都很客氣啦 說啊 要漲價的時候 同時要把台電這些 中油的改革宣布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要漲價之前先把民生弄好 要漲價的時候先把改革弄清楚 你為什麼迴避呢 我都在懷疑 馬英九不是不知道 你看他今天用小動作 跟我們弄來弄去 他就是要迴避 後面那個核心利益 那個核心利益 恐怕是見不得人了 我還是認為說馬英九 你有種你就攤開來 大家沒話講 你如果針對這部分下手 展現你的魄力 背心跟你打破了 你怕你對背心才斬念 然後在這小事情跟你耍嘴批子 這是他最可惡的地方 對 吳大哥 蕭吳總統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 他不是只有 他當過經濟部長 當過經濟會主委 馬英九這次找他 是他做什麼 經濟的中迫塞對不對 你記得他講過那個故事 馬英九本來去找他 他是說我不要當你副手的 是因為他有一次搭計程車 很多計程車 很多民眾跟他講說 你要出來救經濟 那今天跟你講的 也是正式的 正式跟經濟的ABC而已 你不要擠在一起嘛 你先改革嘛 這不是跟劉兆賢 四年前做的事一樣嗎 不是只有蕭婉長這樣講 劉兆賢也這樣做啦 蕭吳總統是一個 非常小心恭敬的人 如果不到一個階段 他不輕易發言 其實馬總統 昨天在台南市的言論 都只用一句話回應 叫做蕭阿捏翠佩 我們要看清楚 你以為今天的國民黨 今天馬英九 哈佛回來的 一表人才 真的在進行民主政治嗎 當然不是 都是在玩這種權術 所以你剛剛說 他為什麼不學講這個 他都是三來的人的 這個人我再次講 我們的國家的體制 憲政體制裡面 給總統這麼大的權力 第二個 現在所有的機制都拿他沒辦法 第三 他長期為了奪取大位 一直壓抑一直壓抑一直壓抑 一直壓抑 現在是出甲門虎 第四 我真是要講的最重要的 大家都現在 還是不能夠接受 還在懷疑說 這個人怎麼可能這樣 因為他那個樣子 跟他的行為落差這麼大 大家都當作一個暫時的意外 我說 這才是真正的馬英九 他就跟你對著幹了 他現在還在打選戰 因為過去幾次選戰 他都贏 他治國無方 選戰 高官後面的選勝 選勝 這個人就是要勝 所以他只能用這種方式 再治國 我跟你講 你今天不要跟我們打選戰 把國家弄好 他的無能 他的殘忍 都跟他的這種思維有關 我問如果沒有看清楚 剛剛中信講的 你就還有幻想嘛 我們就會自己上來自救 我是不願意去談這一部分 為什麼這個時候談 我以前都說老百姓自己要覺醒 為什麼這麼難覺醒 他真是天生的 那個騙死人都不用本錢的這種本錢 一定要給他戳穿 如果不戳穿 我們還會繼續受苦 恩